战神白起竟然失业了 秦王举全国之力攻打长平 却唯独不用白起 眼看长平迟迟打不下来 白起愁得连觉都睡不着 连夜去找秦王 没想到秦王睡得倒挺香 原来秦王一直都在等白起 他知道白起的妻子是赵人 怕白起为难 才一直没有派他挂帅 但这次赢记没有让他直奔沙场 而是让他先去问候一下 魏国这个小老弟 听说他最近有点不安分 加了狗合纵群要打咱们 你去吓唬吓唬他 果然不出赢记所料 魏王眼看活生生的白起 站在面前顿时吓得浑身发冷 四肢僵硬 连口大气都不敢出 白起让魏王别紧张 自己只是来联络感情的 咱本来就是盟友嘛 喝喝茶聊聊天 不是很正常吗 魏王这才松了口气 让白起有空多溜达溜达 想上哪旅游随便说 都给你安排 魏王吓得脸色铁青 说好的只是串个门 咋还提旧仇呢 特不是要销我吧 眼看白起死死盯着自己 魏王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参加合纵的事 肯定泄露了 回想起白起的警告 魏王不禁一阵后背发凉 吓得连夜把军退了 但赵国和楚国 可不想放弃这个大好机会 既然魏王害怕白起 那就把白起杀了呗 纵使他三头六臂 终究有限 莫非他竟不是肉身吗